哈喽各位观众又到了世界杯足球赛特报的时间了 今天我坐在主播台 所以今天是 有我错别字赖正凯 错别字赖正凯来帮大家来特报一下 我先问正凯一个问题 听说你最近买这个运彩 已经帮你老婆输掉了一个爱马仕 我一张一百块而已没有输到爱马仕 那如果老婆买了爱马仕你会怎么样 那就顶多少吃点饭少买张运彩而已啊 所以你觉得我们那个官员这样讲话你OK咯 我当然不觉得OK啊 我剩卖掉一个也买不了一个爱马仕 剩卖掉一个都买不了一个爱马仕 对 好那所以呢 接下来你不要再乱买了好不好 我现在要用专业的分析告诉各位 我们认真来看一下最后这两场比赛 没错 阿根廷跟法国好好看 好不好交给正凯交给错别字 我是邓甲错别字 让你快速了解卡达士卒精彩赛事 了解一下这个对战组合 说不定可以让你老婆赢一个爱马仕也有可能 好不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法国对阿根廷啊 再来是继军战的是克罗阿西亚对摩洛哥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冠军战两队的历史来说呢 阿根廷其实是战上风的哦 三次的对战呢 对战法国阿根廷就赢了两次 分别是在1930年跟1978年 尤其在1978年这一次呢 阿根廷更是以地主的身份 夺下对史的首次冠军 但是你可能稍微算一下就知道 这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么最近的一次呢 就是上一届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了 法国16强以4比3搬回城 让梅西亚提早打包回家了 那我们如果看到 冀军战的克罗阿西亚跟摩洛哥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就以这个冀军战来说呢 获胜的队伍就能够获得铜牌 还有2700万美元的奖金8.3亿的台币 可以买多少个爱马仕包 克罗阿西亚巨星摩迪呢 37岁他要退休了 真的没办法踢下一届了 所以这场比赛对他来说 我拿不了冠军 至少我季军 我得拿回家吧 最后一役不能踢得太难看 而摩洛哥呢 他们已经踢下国始最好成绩了 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季军战就是放手一搏 那我们看到卡达世界杯法国以2比0呢 是顺利取得了决赛的门票了 那将在本周日的晚上11点对上阿根廷 不过当时啊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有亲自到卡达的哦 不仅在国家队获胜那一刻 他是小跑步 跑去这个休息室跟球员狂欢 可以看到他穿着一身西装笔挺 很迫不及待的跑进休息室里面 跟球员一起玩乐的画面 又唱又跳的 再圈粉一票粉丝 大赞马克宏俏皮 又有亲和力 马克宏除了和卡达国王会面之外呢 他在观赛前也特地先去了杜哈的传统市集 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个市集塞满了人 那马克宏也开心的举起手 向大家比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至于法国能不能消到最后 就一起期待礼拜天晚上11点的冠军赛咯 来最后提醒一下时间表 赶快拿起纸笔抄一下 这个12月18号礼拜天晚上11点呢 是冠军战是法国对上阿根廷 不过最快的是12月17号 就是明天礼拜六的晚上11点冠军战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克罗埃西亚对上摩洛哥 稍后11点整整点新闻呢 我会分析这个冠军战的内容给你听 好不好 我是来政凯 搓鼻子带你快速了解卡达氏族 精彩赛事